在總統國慶晚會上 拋出祖國論引發關注 時隔三天8號晚間 中國國台辦終於作出回應 中國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 不只批評賴清德的說法 是混淆是非的新兩國論 更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 1949年就已經取代中華民國 成為代表全中國的 唯一合法政府 否認中華民國存在事實 這令綠尾大酸 國民黨想討好中共 結果被打臉 依舊是在打臉中華民國的存在 在打臉中國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在立法院當中 連在朝野協商 都故意用這種邏輯錯亂的方式 跟中共一搭一搶 2758號決議文 從來就沒有否決 臺灣參與國際社會 這麼說不是沒原因 畢竟連日來 來因不斷批評賴總統的祖國論 就連前一天針對2758號決議 不涉台決議協商 也不斷反對 無視國際挺台力道 各式的善意都已經 釋放出來 中國還是用這樣子的方式回應的話 那應該被譴責的就是中國 總統都已經講了祖國論 都反覆強調中華民國的重要 這個反而應該跟社會大眾好好交代的是 那你曾經的台獨黨綱 你曾經講自己是台獨工作者 這一段 你要怎麼來解釋 藍綠立委隔空交禍 而對於賴清德的祖國論 美國國務院 亞太駐親康達 則回應美國一中政策沒有改變 反對兩岸任一方改變現狀 維持台海和平穩定 才是美國的根本利益 雖然中國官方氣得跳腳 同一天也派出共軍基建老台 但似乎仍沒有對於賴總統 用國家年齡比喻的祖國論 提出有力反駁 再次行為黃正教王爺德 台北報導